马可福音十六章十七十八节 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 就是奉我的名赶鬼 说心方言 手能拿舌 若喝了什么毒物 也必不受害 手按病人 病人就必好了 信在原文是信赖信靠的意思 在十六节 耶稣吩咐门徒去传福音 宣告信而受洗的 必然得救 不信的必被定罪 接着就在十七十八节 应许神要赐神迹给门徒 为什么呢 因为第一 主耶稣开始传道的时候 为了证明他就是神的儿子 同时为了让世人相信 他是父所拆来的 就行了很多的神迹 彼得在使徒行传 二章二十三节说 以色列人啊 神借着拿撒勒人耶稣 在你们中间施行 异能 歧视神迹 将他证明出来 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 耶稣行神迹 是为了将他自己证明出来 第二 主耶稣后来在拣选十二个门徒 吩咐他们去传福音的时候 就把行神迹的权柄赐给了门徒 西伯来书二章四节就说 神又按自己的旨意 用神迹其事和百般的异能 并圣灵的恩赐 同他们做见证 神迹 神行神迹 以及把神迹其事的能力 赐给门徒 是要门徒来做见证 总之主耶稣应许信的人 必定有神迹 随着他们 这是因为门徒们是缺乏信心的 现在主耶稣将要离开他们 而他们所需要的 就是信心的加征 因此主耶稣应许他们 必有神迹随着他们